我今年是二十三,今年是二十四 兩口子其實是我第一份工作 如果不算之前的兼職 應該算是我第一份全職工作 細型盤有一家賣玉桂卷的小店 每逢出路時間,都會傳出陣陣的玉桂香味 兩位老闆因為玩同樣運動而認識對方 一拍即合,於是就膽粗粗夾粉開店做生意 你好,我是Zero 其實我們店舖是在星圓盤 我們店舖叫Two Bites 兩口子 代表我和Coco兩個人 其實我們的店舖是主打玉桂卷 100%就是手工製的 少糖少油,另外我們是沒有添加劑 其實玉桂卷有五個口味就是Regular Menu 有經典味,有Apple Combo,有合桃味 有提子菱酒味和Oreo味 很多坊間的玉桂卷因為貼近美國口味 所以味道都偏甜的 未必人人喜歡吃 而老闆就很有心思 知道香港人的飲食相對健康 就將食譜改良 除了每款都有自己特製的餡料 還減少糖分 突出玉桂本身的香味 首先是原味 最經典的已經是 它是用牛油、牛奶、雞蛋 還有用純黑糖去做 我們玩開運動的 我們追求這個小油小糖 但我們也要追求一個天然的食材 所以我們所有的食材 其實都是沒有添加劑的 沒有化學物 好像我們最經典的玉桂卷 除了它有黑糖肉桂醬在卷裏面一層層的外 我們其實不用最傳統的震動 即是糖霜擦麵 因為首先它太甜 第二就是太甜對人體也不是很健康 所以我自己研究了一個黑糖肉桂醬 首先它會令到肉桂卷更加濕潤 給它一些醬汁 之後因為它是黑糖肉桂醬 它的肉桂味會更加突出 其實是雙倍的肉桂香味 另外蘋果甘寶和冧酒提子味 最受歡迎 老闆親自浸了的冧酒提子糖漿 焗出來的肉桂卷 香甜得來 有淡淡的冧酒味 加上提子乾 口感非常之豐富 Apple Crumbo 它是用新鮮的蘋果 加進去之後 焗完之後它會有另一個口感 就是你除了吃到麵團本身很軟熟的口感之外 你新鮮的蘋果粒 焗完之後 會有一點爽口的感覺 之後再在上面淋了一層 自家製的焦糖醬 再加上自家製的肉桂 脆脆的 所以其實你吃下去有三個口感 肉桂卷味道好過不少麵包店 但是原來COCO大學是讀酒店管理的 一畢業就撞症疫情 所以不多不少都有點迷失 小時候就入廚的他 就開始做肉桂卷給家人吃 而身邊不少親戚朋友 吃過之後都大讚好吃 於是他就由網店做起 直到拍檔Zero 鼓勵他開這間實體店 真的我不喜歡吃肉桂卷 因為我很害怕那種味道 從小到大 我有一次試過它的肉桂卷 之後我真的喜歡了 我都不相信自己會 我會喜歡吃肉桂這個味道 不可能 但它的卷有一個很 帶出獨特的味道 我知道它有做網路行業 我都不跟它問它 為什麼你不自己開店 因為它真的有很多訂單 找它 其實有做你那些好吃 而且它很想帶給別人的訊息很好 我覺得就是 為什麼覺得吃甜的一定不健康呢 為什麼不可以開開心心地去吃甜的東西 令自己開心一點 由說開店 到真的我們落實租店舖 我想是一個月 真的一個月左右 就已經租了店舖 就開始了 因為我和Poco的性格好像是 要麼不做 要麼做 不要再在這裡挫妥了 如果決定了做就去吧 這也是我很欣賞COCO的一個位置 你說家人有沒有反對呢 是有反對的 有哪一個父母不想自己的子女 是有一份穩定的收入 或穩定的工案 然後還要計劃去將來 我還有一個新鮮 我是說沒有任何工作經驗 我就跟家人說 我想把它由一間IG店 變成一間實體店 然後他們知道我不是開玩笑的時候 他們都很支持我 店舖現在一個月 可以賣近千個 銷量都不錯 也都慢慢儲存在口碑 如果想試試多款不同口味的肉桂卷 不妨留意一下他們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